這樣插傷自己? 按你這樣說 就有可能是九十度插在自己的背脊上 就算真的故意插傷自己 也沒有把自己插到那麼傷 你那天看到我的女兒差不多死了 我看過背脊的傷口有五吋深 還差點傷及肺炎 如果掌救不及時的話 可能她已經沒命了 但如果真的插自己的話 就等於自殺了 沒錯, 正常來說 一個人是沒理由這麼蠢 除非當時發生了什麼意外呢? 譚偉星在案發當日 是穿著一雙皮底鞋 而這些就是防火的地磚 如果這些磚面上有血跡 又或者踩到什麼 就會很善良的 你們過來看看 鑽石? 沒錯, 在案發當日 我們發證在現場找到兩顆鑽石 我相信這顆就是第三顆 也就是譚偉星踩到滑腳的那顆 再加上地面上有血 所以更容易令他滑傷 所以傷害才會這麼深 其實整件事都是譚偉星一手策劃 自編自導自演 他真是傷心病狂 他也是自親, 為什麼? 但是還有那四十七顆鑽石 他殺人動機是什麼呢? 阿嬸, 幫我查一查 譚偉星現在的經濟狀況 阿嬸, 從來 你讓我打算 所以滑倒造成這麼新的傷口 但如果譚慧昇真是兇手的話 即是案發的時候,她一直都在現場 其餘那四十七顆鑽石現在去了哪裡呢 謝謝,Sir Madam,我還很辛苦,很頭暈 為什麼還要回來這裡? 我差點被人殺死,我真的不想再回來 不用擔心,你不會死 我死了,有德德姑看著你 我帶回來想重做案情 你也不會有好死的 為什麼這麼說,Sir? 你怎麼跟我說,你一定不是很忙 我們查過,我想我明白你怎麼這麼忙 因為忙著還債 你公司根本就很有問題 錢根本都轉不來 做生意借錢很正常 更何況我已經談了一宗生意 還沒簽約 一簽約的錢就回來,到成人恩就鬆了 什麼客戶?給我看名單 給我看好嗎?我想將你的債客就大把 你公司根本已經拆到連宗也交不到 你走投無路,所以回家偷鑽石 還殺了家人 你說什麼?你別冤枉我 你當晚一心回來偷鑽石 誰知被老爸發現了 然後用士巴打理,打傷他的後腦 你生氣就殺了他 然後他媽媽,你妹子走出來 你看到他們連他們都殺了,是不是? 你胡說 這些警察沒用 找不到兇手冤枉我 你一個二個是有眼看的 我傷得這麼重,差點冒命我怎麼殺人 因為有意外,你很聰明 你懂得有毛巾,包著一把刀 只剩下兩個跪中間 扮成被殺身為假象 但你小想不到你會陷害 所以我傷口插得很深 差點冒了一條命 但也因為這樣,誤導我們 讓我們以為你也是受害者 你為了一批鑽石殺死自己的全家 是不是人?你這麼冷血? 我們有足夠證據證明你在好手 如果還有少許良知的話 你還會為自己最後負責 神經病,我會這麼好人死 殺死我自己的家人嗎? 說得對,查案是說證據的 證據,好,你還我偷鑽石 鑽石在哪裡? Keym先生 Keym先生,為什麼你們會來? 沒有,我看法政部的證物 驗來驗,去到沒什麼結果 那天再來現場 看看有沒有證物可以拿回去再驗 你們聞到嗎?聞到什麼? 那種腥味,很腥 那種腥味是從魚缸發出來的 你們聞到嗎?譚先生,肝魚你養的? 我爸爸養的,我不會這麼好 肝魚這麼多日子,有人換水 當然是一種味道 既然肝魚不是你的,不如倒掉它吧 不然越來越臭 不可以的 什麼?我爸爸的心血來不倒得嗎? 那倒是對的,譚先生你這麼孝順 但是不倒也要幫肝魚換水才行 是嗎?老闆 你受傷,別動了 小心,你不懂會搞死肝魚的 譚先生,你對肝魚這麼有感情 但是為什麼你對人 甚至知親的人也這麼殘忍? 我會不會搞死你 全部都是鑽石 原來我拆了鑽石在魚缸裡 不是那個鑽石,是你 你說什麼?Sir 你剛才說沒碰過光魚 但是我在你案發那天 穿那件襯衣的衣服就到了 原來也有些青苔 這些青苔 相信是你把鑽石收在魚缸底的時候 不小心撒在魚缸裡 Sir,這些村屋 你到處都是青苔的 說不定我不少經過那時 鑽石不一定是魚缸 沒錯,除了魚缸 其他地方也會有青苔 但是青苔也有鑽石和鑽石 只是中國也有二千五百多種 鑽石的衣服就叫做陽齒台鑽 這種陽齒台鑽 就是最喜歡生長在魚缸裡 至於跟你魚缸裡的是不是一樣 我回去驗一驗就一清二楚 可能Tin Sir說得太專業 你未必明白 但是現在已經天王恢恢了 你為了鑽石殺死你爸爸媽媽 你還殺死妹妹 你殺得下手嗎? 糟了 不關我事 是那個死老人逼我的 我本來就是想偷鑽石 誰知道被死老的東西發現了 爸爸…是我… 我以為是哪個賊者擔沙磨了 你偷我的鑽石 原來是你這個臭小子 你怎麼這麼吵?老公 我不是想偷鑽石 我這公司真的不行 我想自己鑽石容下而已,爸爸 怎麼偷? 要錢問爸爸借就行嗎? 你怎麼偷鑽石,你這家垃圾公司 我早就叫你撿掉它 我把錢丟到鹹水海也不會丟到它 我懷疑了很多心來 現在公司,我沒看見它死吧 你死了,你從小到大都吃生米了 現在沒錢了 我行造賊那麼前奸 他簡直是把我們全家拍碎了 是呀,可以的 你告訴我 你將來公司撿破產被人追債 你不要把我們撿到這裡 我都生小過 你怎麼做?我發事給我休息一下 可以嗎? 爸爸…你放下… 爸爸…你真的要去幫幫我 我沒有了就不行,你幫幫我 你沒事的,你沒事的 爸爸…你沒事的,快… 你這個死人,我報警抓你 爸爸… 不要呀,不要呀,走開 讓你做老闆,我報警抓你坐牢 看看你以後怎麼見人 你救我… 你救我… 你幹什麼… 不要呀… 你救我… 不要呀,我救我… 我救我,我救我 不要呀,我救我 走 不要呀… 我把一輩子的心血放在公司裡 我不能看著他死的 那個臭老爺這麼有錢也不肯幫我 要不然他敢住見死不救 我也不會這麼做 是那個臭老爺逼我的 你知所謂的見死不救 就是因為你爸爸不肯借錢給你做生意 你就要殺死他 你有沒有想過 沒有你爸爸會不會有你 還有你媽媽和我們 他們手無寸鐵 你都要將他們置諸死地 究竟誰見死不救 誰絕一點 還沒訂閱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